如果听得见,大家就点赞,那我就开始。 喂? 行了,你开始吧,我这里听你很好。 可以了,OK,可以了,好,那行。 好的,各位小镇小民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强哥又在空中,能和大家见面。 说到见面,还让我想起来,上一会儿, 有些听众朋友说,希望强哥能露露脸。 是这样子的。 我总觉得,人老惹人闲,老人应自觉。 我不希望这张老脸影响到小镇小民这么美的画面。 所以呢,我还是用语音的方式和大家在空中聊聊吧,OK。 您现在可以,现在效果大家都能听到,效果可以。 好,谢谢。 好,在我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补充说明一下,上一会儿, 我对蒋介石运黄金到台湾的这件事。 我表示了这不同的意见以后,结果我收到台湾的一些朋友批评我。 说我不应该这个胳膊往外弯。 首先,关于这一点,我想做个说明。 我认为国共之间的斗争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 没有所谓胳膊往外弯的事。 勾结外国势力,把国内的问题国际化, 这才叫做汉奸行为,应该被所有中国人所唾弃的。 好,现在让我回到今天的主题。 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的是《青岛往事》台湾片。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前些年,大陆拍的一部连续剧《青岛往事》, 故事很感人。 也很真实。感动了不少在台湾的山东人。 要知道,49年随着国民党去台湾的山东人, 大约有个10万人左右。 不过这个数字不是官方统计的数字。 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有一个青岛村。 这个村里头住的大部分都是青岛人。 《青岛往事》这部剧,描述的是青岛从晚清到解放前后的种种遭遇。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故事中缺少了那些去了台湾的青岛人。 所以我想借小镇小明这个平台,说一说青岛人在台湾的点点滴滴。 话说,1949年初夏的某一天, 父亲匆匆忙忙地赶到我姥姥家。 说,要带母亲去台湾。 又说,时间得抓紧,来不及了。 去台湾的最后一班船,今天就要开走。 要知道母亲是前两天因为和父亲闹意见, 还抱着孩子,跑回娘家的。 而父亲这突然的到来, 却说了这么一些晴天霹雳的话, 弄得我姥姥家里一阵慌乱。 看着母亲犹豫不决的样子, 姥姥便开口说了, 雨妹,你走吧。 抱着孩子,一道走吧,去台湾吧。 就这样,我母亲抱着不满一岁我的大姐。 含着眼泪,提着简单的行李。 登上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 一路上辗转颠簸, 历经了许多风险。 这一段海上历险的故事啊, 就等我有机会以后再说吧。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五。 有四个哥哥, 一个妹妹。 我的大伯父。 熊刀印叫大大爷。 我的大大爷是青岛四方机场的工程师。 四方机场是德国人于1900年建造的。 是一座制造火车和修铁道的工厂。 现在的四方机场是中国高铁的主要生产基地。 大大爷于抗日战争期间, 随着国民党迁移到了大后方重庆。 到抗战胜利后, 大大爷回到青岛。 他是负责接收四方机场的接收委员。 大大爷回到四方机场后, 工作很不顺利。 听我父亲说, 工厂很难管理。 工人很不合作 这不刚好印证了青岛往事连续剧里头 所发生的那些事 我感到那些故事是那么的真实 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起源于青岛 青岛工人是最早发起了工人运动的地方 先是工人罢工 后来是学生罢课 以及到后来的国共之间的斗争 四方技巧的工人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历险 父母终于抵达了台湾 要知道五十年代的台湾 生活是很穷困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从来没有吃过一个完整的鸡蛋 能喝到蛋花汤就很满足了 也从来没有喝过整杯的牛奶 都是和我哥哥弟弟 一人一口的分着喝 小时候我总是感觉到低饿 因为吃不到什么有油水的食物 还记得有些时候啊 军队的卡车 会开进眷村里 带来一些美国援助的物资 其中有脱汁奶水 甜甜的很好喝 当军用卡车开进眷村的时候 家家户户拿着锅碗瓢盆 排队领取 这个奶水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来分配的 每一口可以一大勺 而小朋友们可以啊 拿着自己家里的碗 或者是杯子在旁边排队等着 等着阿兵哥有空的时候 阿兵哥是我们在台湾 称呼那些当兵的叫阿兵哥 阿兵哥有空的时候啊 就会向我们这些孩子们 手里的这个碗杯啊 倒上一些 那孩子们就会马上喝完 然后等着这个军用卡车 要开到下一个眷村的时候啊 我们一会儿就跟着卡车跑 眷村与眷村的距离不远 也就是一两站的地儿 我每回啊都要跑两三个村子 才喝饱了 然后回家 而让我最有幸福感的 就是奶奶过生日的那一天 因为母亲会在那天 做一顿好吃的打卤面 也就是长寿面 母亲亲亲手和面 擀皮儿 然后切成长条 打卤面的卤 是用切碎的云豆 木耳 五花肉片 再打上蛋花 我现在想起来都还会流哈喇子呢 孩子们吃的长寿面的时候 父亲总是用他的小酒杯 一杯一杯的喝着金门高粱 宿舍的老家青岛是多么的美 以及奶奶今年是多少岁了 从奶奶六十几岁 说到了七十几岁 最后说到了八十几岁 一直到了1979年的1月1日 邓小平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 并且颁布了通油通商通行的三通政策 这个消息传到岛内 让台湾炸开了锅 外省老兵们深深要求政府 先允许通油 再开放通商通行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仍坚持了三部政策 那就是不接触 不谈判 当这个三通遇上了三夫 那么老百姓只能继续忍受骨肉分离的痛 我因为植物上的方便 经常来往于台美之间 记得父亲写的第一封信 是我从旧金山寄述的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就传来消息 美国就传来消息 说青岛回信了 让我惊讶的是 共产党的办事效率 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父亲所写的地址 是解放前三十年前的旧地址 然而青岛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找到我们的惊人 我在第一时间就飞到了旧金山 拿回那封老家寄来的信 当我把信交到父亲的手上 看见他颤抖的双手 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 里面装着五张泛黄的信纸 是三大爷写的 当父亲念到 五一年 大哥被强决了 对不起我每次提到这个 我都还会激动 娘也在那一年去世了 顿时父亲内崩了 嚎啕大哭 全胸顿足 不停地念 娘我对不起 娘 娘我对不起你 孩子们都惊呆了 纷纷地躲到屋外 我万万没有想到 一位年近六十的大男人 会哭得像个孩子 这让我想起来的一句话 丈夫有泪 不情贪 只是味道上行出 我也默默地流下眼泪 而我的眼泪中却包含着 明年还能不能吃上达鲁面呢 父亲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 而今他和爷爷奶奶大爷们 还有姑姑 一家人在天堂还原了 好了 我今天就把故事分享到这里 谢谢 朋友们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